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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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跃充分证明 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兼顾 系统谋划 整体推进 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 其中二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关系为首要 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 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 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 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计 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需要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 文章又提到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同源 跟同云 确保正确方向 同时要将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 信应时代发展要求 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 最后文章强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自立自强 坚持将国家和民族发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又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宜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EG 涉嫌串谋诈骗案 两个在澳门落网的疑犯被递嫁出境 递缸之后被警方拘捕 警方在上环港澳码头 抓了两个疑犯 两人分别姓何和姓盧 报称兑换店职员和网络工程师 两人带上手购 消息说警方以涉嫌串谋诈骗 将他们拘捕 澳门市警局说 两个疑犯经审讯 需要缴付20万保释金等强制措施 由于两人是香港居民 透过治安警出入警部门 遣返原居地 并采取禁入警措施 港澳系在星期二至到星期四 展开联合行动 这两个疑犯在澳门被捕 澳门司警同时 检获650几万现金和赌场筹码 并凍结820万赌场户口款项 怀疑两人将骗款 透过澳门博彩帐户转移和清洗 案件至今 香港警方一共抓了18人 包括林作和网红陈怡等等 而截至星期六晚7点 本港警方一共接获 2422个受害人报案 涉及超过15亿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香港夜宾分三个海滨夜市 继续营业 有市民就认为香港市集 不够竞争力 有当主就说多种外国旅客 光顺消情理想 三个海滨夜市 夜晚都呈现热闹气氛 其中湾仔海滨市集 人头涌涌 市民什么吃 又物物饮 不过有当主说 早一日的人流更加多 我想是追悦 因为昨晚的人太疯了 我想是他的人流管制那里 可能有很多位是封了的 所以变成了他 这里是少了很多人流 也有当主说多了旅客光顺 不担心市民不想消费会影响生意 很多国内同胞下来 或者马来西亚越南那些 他们都跟我说英文 问我们的产品 我们都觉得很惊喜 其实都南马来的客人也有 外国人西人也有 跟我们买我们的产品 湾仔海滨夜市的主办方 安排了一些椅子 让市民坐下吃饭 而夜市会营业去到 未来的星期一 对岸的观塘海滨市集 光影艺术在桥底上演 人流越夜越旺 但有市民认为 香港的市集不够竞争力 大陆那些比较 真的气氛热闹点的 人比较迫 好像台湾那些都是比较迫的 好像香港过来参观一下 多shopping mall和食物便宜 吸引到人去 如果香港和外国的夜市 真的差点天和地 真的没得比 吃东西又不吸引 卖食物又很普通 负责统筹海滨市集的 发展局局长宁康浩 也去到观塘海滨市集视察 又跟当主和市民聊天 又即场入手一个 彩色球形的夜灯 至于细环碑路炸弯的夜市 有当主说连续两晚的人流比预期好 星期五晚第一日之后 已经即时补货 满意消情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 而内地八日的中秋国庆场 假期展开 在广州当个纪念都很热闹 当地政府就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 有商场就推出促销吸客 有主义广州记者叶子华 黄金周第二日 广州市内的景点人山人海 想和小蚊腰广州塔楼影 就要考涉影师的功夫 想搭有声电车游广州 也都要逼一逼 有外省游客说 黄金周期间广州的旅费比平时贵 那就假期长 平时人家都很忙都上班 做工略想便宜的提前订好的 比平常贵了差不多一半少一点 我们也知道出来一般可能都是这样的人又多 然后价格又贵了不少 但是没办法 孩子要出来玩一趟也不容易 逆后走过黄金周 有旅行社说 目前仍然以国内跨省团占大部分 已经追翻2019年的水平 而国客倾向选择规模较小的旅行团 有更多的游客会选择小团出游 就是区别于以往可能三四十人的 这种大团的团队规模 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小团 或者是一家人一个小团 组团的形式 去在国庆这个期间出游 旅行社又说 境外游的恢复相对缓慢 是因为部分国际行单尚未恢复 以及当地接待成本增加 本地方面 广州市政府在假期前起 分批发放一亿三千万人民币政府消费券 刺激消费 游商场也都把握机会推出速销给客 有时候可能外游的体验未必是很好的 所以有一部分的市民 会宁愿选择留在市内 去度过这个假期 政府刚刚在假期期间推出一个消费券 其实目的都是鼓励大家在市内去消费 他相信相关措施有助带动人流外出消费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叶子华报导 东方日报社论 中港通关之后 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不如预计 内地旅客入境人士不及港人北上 随着中秋十一场假期展开 北上蜂涌 南下疏落的态势更加明显 均不见中秋节当日 只有75个内地旅行团入境本港 昨天同样不见热闹 反观经陆路口岸 北上消费的港人非常疯狂 单单昨天 全日就达到50万人士 此消彼奖 香港再不推陈出身 一美食老本 旅游业要追落后恐怕更加困难 明报社评 新兼欧盟贸易专员的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上个礼拜访话 主持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并且分别会误副总理何立峰 商务部长黄文涛 他访华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罗因宣布 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 启动反补贴调查 欧洲舆认认为 中国内部经济状况陷阱 外部又面临美国打压 欧洲是唯一可以对华提供投资 技术和市场的发达地区 因此面对中国更加自信 但欧盟对华去风险政策已经失败 在中欧重启各项对华前 欧放提前出手折议提对华施压 既有政治目的 亦有经济图谋 但中欧经贸生态已经金飞息比 欧盟想学美国对华极限施压 可能招致回力标效应 相及自身 各位早晨,我是黄仙河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北京有升旗仪式 出火车 向国秦 周年 支随 下周的梁 青晨六点十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北京朝早天晨,天气清凉 气温大约十度 大批民众一组到场等候观看 不少人挥动国旗庆祝国庆 当国旗升到顶 民众发出欢呼声 之后现场放出和平减飞越广场的上空 象征着和平吉祥 在本港湾仔金子京广场 早上也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在早上8点举行 警察护其方队以中式步操入场 行政长官李家超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多个政府官员 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 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和曾荫权也有出席 消防上水警论 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 分别在海上和空中致敬 今年的升旗仪式 继续不设公众官离区 而众联办亦都举行国庆日升旗仪式 早上7点钟 众联办主任郑雁红等的官员 在办公大楼前缩立 升旗首随后护送国旗进场 搬出驻国歌声 吴姓红旗升旗 全体人员行穿木礼 兵齐唱国歌 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过针话 要继续运用好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 联通国际的独特优势 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福祉 一年来香港已经摆脱疫情困扰 经济逐渐向好 我们正全力推动经济发展 更加展开了香港夜缤纷 积极推动夜间活动 重头戏当然是今晚的国庆焰化会演 在富别香港五年之后 将会再次闪耀维港上空 政府不为余力推动和促进经济发展 是为了令市民在香港这个共同家园 生活得更好更开心 这个月的25号 我会公布新的一份施政报告 在过去两个多月的咨询期间 我和团队举行了超过40场咨询会 我亦都走进社区 收集意见 我深深感受到市民对香港的热爱 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 我会仔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 归纳整理 制定措施 在施政报告里面公布 为民生 拼经济 做实事 行政长官李家超又说 香港正是处于有志及兴的关键时刻 要珍惜机会谋发展 我很高兴看到香港在这方面的共识 非常强烈 虽然我们面对的环境会变幻莫测 机遇和挑战会同时出现 但我相信公崇为之 业港为勤 只要我们有共同的志向 凭着努力不斜 团结一致 我们必定能够达到再创辉煌的目标 香港人见过风浪 更经得起考验 香港人有巧 食路 懂得灵活走位 多次转危危机 而且每次香港都变得更成功 更出重 就让我们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 强国建设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香港长期繁明稳定 作出贡献 有团体镇住国庆和中秋战 昨晚在中环海滨外面 举办大型无人机表演 出动超过一千架无人机 大型无人机会演 最越夜在维港上空上演 这个明月看起来大一点 上俄也都急不及待宾月 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 也都有明月照亮 今年是国庆74周年 74年前天安门的开国大典 换个方式由无人机重现 由神州大地到百花齐放 再到和平夹奥祥天祭 象征中华民族追求和平 和睦和谐 不少市民和游客来到中环大会堂 对出观赏 表演里面也有不少 深港两地的元素 代表两地互联互通攀手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互演由紫禁文化集团举办 是庆祝中秋和国庆74周年活动 也是香港夜宾分系列活动之一 这次会通过一千二百架的无人机 我们今天展现的画面 都是一些3D立体的图形 而且我们今天展示的地理位置 是我们中环的活动空间 所以在中环围港两岸的观众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至于湾仔虚视的无人机表演 暂停两晚 发展局说星期日 湾仔海滨的市集 下午五点关闭 让路国庆烟花活演 所以湾仔虚视的无人机表演 去到星期一晚才自恢复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仁 内地八日的中秋国庆长假期 各地景点都有人潮 文化和旅游报预料 国内会有近9亿人士出游 由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的 湖北武汉黄河流 有不少的游客慕名来打卡 登顶远挑武汉的景色 和往年长假一样 人山人海的安徽黄山 今年就调低入场上限 呼吁游客提早预约 在上海有游客为了避开人潮 就选择等到夜晚才来外滩 在这个点来来满滩的话 人流量比较少 避免人挤人 然后感觉到 可以感觉到上海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节奏 在长假期第一日 全国铁路一共接载 超过2000万人次旅客 创史上单日新高 而星期六就预料 会接载1760万人次旅客 文化和旅游报预计 8日的中秋国庆长假 全国会有8亿9600万人次国内旅游 较去年同期增长8成6 而国内旅游收入 亦可望达到7800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1.3倍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宁报导 蒋太咸 中国的深海勘探技术人员 近日在3000米深的海底 勘探地质 亦是中国自主中备第一次深海勘探 海洋石油720号密探船 近日在珠江口盘地鹤山粒陷 进行水深达3000米的深海区陷探工作 那里是中国海洋游戏陷探新区 预计吻含丰富的游戏资源 船队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 完成大约2500平方公里区域的 三维地震採集工作 透过获取的地震数据 可以观察到海底地层的地质特征 来发现游戏资源聚集区 至于为什么要深入海底陷探 是由于深海已经成为全球游戏资源开发的重要增长点 央视报道 现在中国深水游戏陷探仍处于初期阶段 而进一步向超深水海域陷探 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和提升中国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有重要意义 无线电视机者曹家榮报道 星岛日报社论 中国上个礼拜高规格发表 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周年白皮书 展示面对人类和全球矮机效 中国愿同全球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 中国力推人类命运共同体 确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并且为今个月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造势 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 加快托展盟友以抗衡美国在国际上的打压 中国要抗衡美国 关键是得度多助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帮助别国 在共同富裕 共享和平 共享利益底下 才能建立共同友谊 共抗美国 东方日报社论 中港通关之后 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不如预期 内地旅客入境人士不及港人不想 随着中秋十一场假期展开 北上蜂涌 南下疏落的态势更加明显 郡北建中秋节当日 只有75个内地旅行团入境本港 昨日同样不见热闹 反观经陆路口岸 北上消费的港人非常疯狂 单单昨日 全日就达到50万人士 此消彼奖 香港再不推陈出身 一美食老本 旅游业要追落后恐怕更加困难 压运电竞 港队在梦三国二项目奪登银牌 神卓劍、罗兴隆 叶浩林、叶惠林和袁匹林 组成的港队 以小组赤明晋级 八强击败菲律宾 四强赢泰国 决赛对中国 港队第一局的击杀人数 很快就落后双位数 经济也遥遥落后 第二局的战程差不多 结果输零比二 但仍然我都港队 力地第一面电竞奖牌 我们下一次